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望住远处翻滚的云海响 他们又怎知道小殿下对帝君的深情呢 青秋的夜色是凤九最喜欢的 繁星之下 花香四溢 凤九单相思那许多年里经常找个地方屋住 边看星星边想东华 如今 东华把他揽在怀里 沧海桑田 在他三万多年的仙徒里也是一番深刻 凤九往帝君怀里又蹭了蹭睡了 帝君望住渐渐睡熟的凤九 轻薄的月色映在他白皙的颜面上 睡得像个婴孩般甜美 从节戒昏迷醒来后 不过一年的时间里 小白他就取心头血 被索迎追杀 还是指小狐狸的他却时刻揣住保护自己的心 小白 不知道以后你的美一步 我是不是能护得你周全 帝君抱住睡熟的凤九 在清冷的月色下占了许久 凤九很是留恋青秋无拘无束的时光 可帝君还要入关修炼 他把青秋的事情一一叮嘱过米谷后 几个人回了太成功 新日连宋殿下也过来送帝君入关 帝君他那的是八荒吉英之气 修炼需要天火脆烧后才能修回法力 这一入关 即使有那株神草 怕是最少也要两个月的时间了 帝君抱住凤九 一遍又一遍叮嘱他不要离开太成功 凤九一遍一遍地答应他 帝君才恋恋不舍地入关 连宋看得极是牙酸 滚滚和阿里两个小童很是开心 眼角都流露出笑意 果然开心得找得偷住了才行 向前走了几步的帝君转了回来 望了眼滚滚身边的小麒麟道 范景来信说 小麒麟离开范景久了 没有那么多的灵气护体 要先把他送回去 如今滚滚和小麒麟兄弟一般 他一刻也不想和小麒麟分开 滚滚拉紧了小麒麟 平静地说 附君我觉得昆仑须的灵气也多 不如我上昆仑须吧 帝君 也行 叫丛林送你 连送心里倒连自己的癌子也不放过 真是够了 滚滚 想起在昆仑须里跟他师父莫渊讨教 他附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莫渊沉默了许久 反问他这四海八荒什么皮最后 滚滚道 树皮 动物皮 铁皮 莫渊回他 你父君的脸皮 今月果真验证了父君真是个厚脸皮的人 帝君入关 滚滚回了昆仑师 太成功一下清静下来 不过凤九出几日过得还是挺愉快的 固定的时间练剑 练习法术 成语会过来玩 他姑姑也会过来蹭饭吃 司令每天都给他弄点最新的八卦 可过了几日 凤九就开始越来越想念帝君 原来他总是取笑帝君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现在落到他自己身上 这滋味真是不好受 最近他也没有什么胃口 最爱的肘子都不想吃了 越发在帝君入关的洞口待的时间长 后来索性除了练剑 其他事都搬来洞口 叫成林搬个踏 他晚上就睡在这里 慕营来送饭时 看住凤九瘦了些 道 地后这是应了那句叫 叫 一带见宽中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四十多天的时间 凤九觉得像是过了几百年 几千年一样长 他回想在凡事也不知道 自己两百多年是怎么撑过来的 叫成林去昆仑须接滚滚 没想到墨烟带他们去了范井参加佛法节了 好在帝君入关前给他留了一袋的书信 叫他每天起开一封 里面有时是帝君的话 有时是一幅小画 也算是每天都有盼望 这日折颜上神来了 脸色很是凝重 他在关口站了站 把凤九叫了出来 院子里他姑姑 姑父 他小叔 还有连颂都在 脸色也是很凝重 凤九一愣倒 这是出什么事了 几个人坐了下来 平退了公额 原来是范英谷出了事情 几日前范英谷的节律女军说范英谷最近失踪的人越来越多 他接接来请帝君却被拦住了 因为事情重大 他又找了连颂 夜华派了几元天将下去 可那几元天将竟然没有回来 夜华觉得很是奇怪 便和连颂入了谷 第二日 行月下赶之谷里有一栋石 夜华和连颂赶了过去 只见画灵里的一腰 黑色的袍子 黑纱遮了脸 脚下的两个婴孩已经没了气息 连颂手里放出了收腰塔 可那塔转在腰的上方却丝毫未动 反而直直跌了回来 夜华画出清明剑一剑刺过去 夜华用了六成功力 那腰倒是受得住和夜华过了几招 但夜华寻了机会狠狠一剑刺过去 眼剑就刺入那腰的胸口 那腰脸上黑纱脱落 夜华一一惊剑一回收 自己能是被剑力反噬 亮呛了几步 如果不是连颂手快铁扇挡了那腰的黑铁剑 夜华怕是要被刺了一剑 那腰黑纱脱落之时 夜华见到的是 凤九的脸 夜华看住连颂不解道 三叔可有看见 连颂也是一脸的惊恶 怎么可能 第二日白天 夜华在了人骨内搜了一遍 也没有个结果 想住那腰阴是几日不会出来 先出了骨 夜华想到鬼君离境的君后玄女之事 又去了折颜处询问 可折颜上神也从未听说过 有和小九相像之人 凤九一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沈夜和阿兰若的原神风在树里 不过三百年也只是磕树苗而已 凤九放下茶杯 站起来说道 姑父 我跟你入股 云还滚滚 一阵疾风过 留了一地落叶 太沉公朗朗月色下 无忧花的香气阵阵袭来 凤九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看住眼前的一轮明月 心里很是思念帝君 帝君在这样的月色下会备注他散步 帝君入关已经43天了 他手里不停地摸缩住万星戒指 远远跟住的仲林 上前道 以后能不能再等几天 帝君应该快出关了 凤九道 你在关口守好 我这有姑父和小叔 他们不会有事的 崇林虽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但是这么多人脸色凝重 那一定是有大事 他的眉头紧皱在一起 心里都拧巴了 第二天一众人劈开 谷口悄悄入了谷底 进谷后又封了仙泽 杰律说这几日又失踪了七八人 法力也都比较高 现在谷里人心惶惶 凤九带几个人去沈夜 和阿兰若的树旁 那树三百年倒是长得郁郁葱葱 但就是小树苗而已 凤九觉得即使阿兰若和沈夜几千年 后有些造化 那他们也不会有恶念的 阿兰若他是心底纯净之人 第一日谷里没有动静 也没有人上报失踪 叶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找人把纳妖引出来的好 这人的法力不能太高 但要比谷中的人稍微高一点 这样才能引得纳妖现身 成语道 那就我去吧 你们的法力都高过我 叶华看了眼连颂道 那承宇你就白日在鼓里四处转转 又叫杰绿女君给安排了 比较偏僻的一个住出 折颜画出一颗铜铃交给承宇道 只要那妖一出现 你就晃动铜铃 你那边不会想动 但我这边能听到 连颂见承宇出去时 积极地跟了上去一脸的担忧 叫了生承宇半天不说话 承宇道 真是啰嗦 我没事 转身走了 承宇这一天逛下来 回到住处还真是挺累 他倒不是个胆小的 再说一众法力高强的上神在 有什么可怕的 倒下就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 承宇机灵一下醒了 眼前黑影一闪 自己就被劈了一掌 承宇撑住仅有的一点意识晃了晃手 众人赶到时 那妖正要吸食承宇的魂魄 连颂铁扇飞出去的同时 几叶枪跟住出了手 那妖躲过了连颂的攻击想跑 夜话画出清明剑堵住了她的去路 那妖和夜华纠缠了几个回合 从屋里打到屋外 见自己落了下风 挥手黑沙落地 凤九虽然有心理有准备 还是被惊到了 那张脸正正是自己的脸 就连那朵额头的凤羽花也有 这时候夜华几个人像是入了幻境一般 他们觉得凤九在对助他们笑住 一点点走来 折言 糟了 那妖用了迷魂幻术 赶紧施法稳住了大家的心魂 凤九片刻惊恶后 灵台倒是清明了 手一抖画出银月键 同那妖打在了一起 凤九跟渺落也是打过的 碧君又叫倒了她这么久 法力自然要比那妖高出许多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